有没有在哪里呢 在on location change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取得现在的经纬对不对 然后把它填进来 那另外你要到的位置 一定会有个查询的 一个一个景点 那你可以预先查好一个景点 然后呢 直接也是一样 让它做导航 也是一样最后秀出来的 会不会秀在那个外部的浏览器 而会秀在waveview里面 那这个两个其实就很很有帮助了 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让使用者看到 比如搜寻结果 那你可以用下面那个 范例 那如果说你要让使用者看到导航结果 甚至可以直接导航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来用了 我想这两个范例的部分的话也稍微改一下 你们可以怎么样 把 这个这个地方改上上次的部分 然后呢 上面这个范例的话我想你们就是去找那个 就是之前有先抓到我们现在有可以选的那个范例 然后呢 顶多就是说在让user可以填他的目的地 那目的地的话他可以什么 可以去打上那个他的地址 或者他的一个景点 我们不是还有个范例就是说 可以反查吗 有一个地址 中通府好了 他可以反查出他的经纬度 那你把那个 查出来的经纬度 再塞到这两个子进来 然后先抓到自己的位置 再 按 导航 其实就可以导航了 不就OK了吗 所以这个应用还蛮广的 你会看起来 其实 这些都是前面教过的 如何 取得现在的位置 这个OK 如何查到他输入的 位置 也OK 对然后再把这个部分 配合webview 就是一个 导航功能的 一个app出来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里的话 把前面跟 这个 webview 还有phone gap 连接在里 你会发现 这可以变化出蛮多的东西 但是 又不会太困难 基本上都是大家可以做得出来的 好试试看好了 好